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台北市中山区巷弄里 有一间充满现代感的新派台菜餐厅 已经连续两次获得米其林必比登推荐了 他们这道花生猪脚 猪脚卤得相当软嫩 入口即化 用筷子轻轻一剥开 骨肉就分离了 不同于一般猪脚 吃起来不油也不腻 卤香四溢 老板是每天一早 采买新鲜的黑猪脚后腿肉 用葱 姜 蒜等辛香料仔细地爆香 将油撇得很干净 吃起来格外清爽 也让不少客人一吃就爱上 台北市中山区巷弄里 这间三十五平大的台式料理餐厅 平日的午餐时段躲无虚席 他们全是被店里这一股香气吸引而来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卖相非常好 很漂亮 然后口味很清淡 但是又口感很非常的丰富 这边的花生猪脚比较是 肉是非常嫩的 但它还是有保留它皮的那个Q度 不像一般外面传统的猪脚 你会觉得酱油味很重 然后比较死线 它比较能够吃到它的酱香 然后还有食材的味道 包含花生跟肉的味道你都可以吃到 让客人大力称赞的就是这道连两年 获得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花生猪脚 要做出这香Q软嫩的猪脚 从选才开始就不能马虎 所以你今天有帮我留黑猪的后脚 这一支 这个是黑猪的后脚 这个漂亮 它今天的皮质比较厚一点 它这种猪熟度很弱 它这样子你看它的皮 这样子卤起来的那个有胶质很Q很好吃 然后它里面的脚筋都在正中央 今天的脚筋也蛮大支 这样煮起来客人会很喜欢QQ嫩嫩的感觉 其实不只猪脚 几乎店里所有食材都是老板娘杨恩琪 一大早上市场才买的 这才买肉大力挑菜 就是她每天的开店日常 当天才买的食材带回厨房间 就是一连串的前置作业 杨恩琪先替猪脚去皮去皮和去腥 接着爆炒一锅加了葱 姜 蒜和辣椒的银香料 这时才能把屈心丸的猪脚倒入大锅中 猪脚乳汁香气迷人 加了月桂叶 八角和多种银香料 用小火边卤边焖大约两个半钟头 用时间换取猪脚软嫩的口感 在卤汁的过程中要不断地撇油 那花生我们会比较晚放 那我希望客人吃进去是风味十足的 清爽的 然后不会有负担的 最后加入花生在门上一个小时 鹿香四溢的花生猪脚总算大功告成 花生猪脚一上桌 油亮亮的滷汁附满胶脂 用筷子一剥开 立刻闻到淡淡的滷汁香气 晶莹剔透的猪脚皮 有到软嫩入味 轻轻一夹立刻骨肉分离 吃来入口即化也不腻口 不太常吃猪脚 但这边的猪脚 我来的话是会吃 就它会吸引我想要去点它 就是说它的不油腻 那是有香气的 吃来不油腻也没负担的 还有这道炸红糟肉 无法酿制的红糟酱 是最关键的灵魂味道 加进一些蒜泥 五香粉和胡椒粉搅拌均匀 接着将酱料抹上当天才买的 新鲜猪五花 边抹要边用手按摩 才能让酱料慢慢渗透进猪肉里 要整整腌制三天 才能裹上地瓜粉 下油锅炸到金黄 非受香煎的胡椒肉 用刀子切下 就能感觉到它的酥脆 金黄色的脆皮 吃起来带有淡淡的红糟和中药香气 外酥内嫩 肉香四溢 却丝毫没有油腻感 它选用的那个五花的部分的话 就是整个油脂跟肉比较平均 那所以它整个吃起来 其实比较清爽 不会有太多油腻的那种感觉 因为一般的红糟 你吃进去会扎头 你舌头会不舒服 它这个红糟就是入味之外 就是它就是很舒服 就有点像香草 有点像中药的那种味道 而这道葱油鸡也几乎是 捉捉弊点 选用当天现在肉质软嫩的防酮母鸡 放进加了鸡骨萝卜的高汤 用闷泡的方式 让鸡肉慢慢熟透 上桌前摆满葱丝 接着浇淋色油 再来点测制酱汁 画龙眼睛 一道平香诱人的葱油鸡 就准备开门见客 呈现淡淡金黄色的鸡皮 是老板娘每天早上才卖的新鲜粿 跟浓稠的土鸡蛋最合拍 芙蓉蛋要做到外酥内软 料理时得用小铁锅慢慢煎 北美鲜柯几乎都比 十元硬币还要大 金黄色的芙蓉蛋外层带点焦香 骨头则是嫩滑细腻 吃起来蛋香浓郁 重点都是在鲜柯 但是你吃进去的时候 其实会发现主角真的就是蛋 它的蛋就是外酥内软 但是软的部分又不是说是空虚的 我其实蛮爱吃海鲜 可是在外面吃到的鲜柯 很常会天黑天干 或是带一点咸 也会带一点腥味 可是这边的东西鲜柯的话 它不管平鲜柯都很薄满 而且新鲜 你会有这种真的有吃到海鲜的感觉 每道料理用心制作 就是为了让来店里吃饭的客人 能够心满意足 老板娘的这份心意 客人们也感受到了 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最自豪的是 我每天都自己去买菜 对 每一天都去买 那我就是要把最好的给朋友嘛 你自己在家里面做菜招待客人的时候 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东西最好我就买 买了之后就给你们吃 姚云琦把客人当成朋友 店里每一道菜色 都是她不断的尝试和调整而来 当年的她原本是个平凡的银行上班族 因为热爱做菜才开了这家餐厅 半路出家 她把自己当料理新手 每天都在学习 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的 我只有不停地靠自己 去增添这些知识 不停地去累积这些知识 我才有办法在换菜的时候 知道我要怎么去运用这些食材 对 而且亲自食 大概神龙肠百炒就是我这种的 尽管不是料理科班出身 但杨云琦凭着一股热情 煮出一道道真不掏客味蕾的美食 她不平凡着虑 待客如亲 希望每一个来到餐厅的客人 都能感受到她的真心诚意 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桃圆巴德有一间人气烤鸭店 曾经一天就卖出200只的烤鸭 老板选用温体土翻母鸭 烤出骨铜光泽的外皮 吃来酥碎 肉质鲜嫩又多汁 配上自制的干烙饼和甜面葬 葱段一口咬下 完美融合鸭肉的鲜甜 口齿流香 而店里最特别的是这道 椒盐鸭 创新加入甜不辣和米血 先炸再炒 虽然是炸物 却是酥脏不油腻 炸过的鸭肉吃起来更有逐劲 有种吃咸酥鸡的错觉 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 刚出炉的烤鸭 擀上虎破色 油润饱满 就像艺术品般透出骨头光泽 一夹在筷子上 感受外皮的酥酥脆脆 肉汁鲜嫩又多汁 大口咬下 炭香腰油香气 立刻喘满口中 它的酱料 尤其是它的酱料 调配得很好吃 所以说它沾它的肉的时候 非常的鲜甜 其实它不用去包它的单汁 它的鸭肉就很好吃了 我之前都一个礼拜去吃一次了 对啊 因为好吃 好吃啊 都现做的 我们家里年轻人都喜欢吃啊 年轻人他喜欢吃椒原的 比较有味道 他炒得很好吃 我买了买好几包 开业七年拥有不少忠实顾客 这家开在桃园巴德路上的 烤鸭专卖店 曾经一天卖出200只烤鸭 能这么受欢迎 因为刘家文的鸭子 从一开始就经过严格的筛选 获疑送到 刘家文先忙着清洗 一只只鸭的内脏 血水和薄膜 方便上料 盐入味 台湾的烤鸭就是有三种品种 我们这种用的叫土饭鸭 土饭鸭它的肉质比较细腻 比较不会有那个味道 一定选用饲养85天的 温提土饭母鸭 有家文说 母鸭肉质比较嫩 公鸭相对韧 吃进嘴里的口感完全不同 母的鸭就是圆圆的这样 圆圆的这样 公的鸭是尖尖的 再把八角 肉桂 冰箱等 十几种中药混合成的中药粉 塞进压肚中 一只只按摩 搓肉均匀 就是把料 中药放在肚子里面 我们熟了都要过一个晚上 它的那个料它会吃进去 所以我们这个会比较费工一点 时间拉比较长 我们掉到小刺的腋下 对 给它掉进去 掉进去要拉一下 然后它的头跟那个什么 背部就会分离这样 就有个洞 所以掉得好 它整只鸭都会烤得很漂亮 假如它掉得不好 它整只鸭就会很贴 很贴它出水出油 就会影响到背部 就是我们讲的色不均 就连掉鸭都是学问 把鸭肚子换入空气 搭成圆骨骨后 刘家文一手摇起滚烫皮水 浇淋全鸭 没有添加任何食用色素 而是加强了醋 俗化外皮 再提高麦芽比例 增加烤出来的色泽 采用碳火烘干晒鸭 两个小时后 进入最终烤宴 把鸭挂进炉子里 刘家文坚持用碳火烤 不用瓦斯 不客气 哟 不客气 ACK celebrate 不客气 来